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有講台船 台船的工會要力挺蔡英文 而且甚至就直接告訴你 什麼事情 時間 地點 還有事情很重要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高雄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直接講白了 就是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就是跟選舉有關的 就是為了2020來拚的 還有日期 11月16號下午3點半 等等 地點也告訴你了 這室友很清楚 就是為了選舉 好啦 我們就很好奇了 工會當然自己講說 這個是我們的自主 工會自主 投票決定要挺蔡英文 所以就挺 而且還有綠營人說 這民營企業的工會 要挺蔡英文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就尊重 可是我們透過一張圖表來看看 台船2007年的確改說叫做 民營化 但是真的民營化嗎 台船的10大股東我們看一下 第一大股東佔了22% 經濟部 誰是最大股東 經濟部 不是官方的嗎 OK 好 再來看到這個是什麼 耀華玻璃 是民間的嗎 再看到經濟部是主要的股東 我們先跳過這兩個 等一下再來看 台灣中油公司 後面又是經濟部 中鋼 後面又是經濟部 接著我們再看另外兩大股東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國家發展委會 國發會 另外一個是 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 國防部的 看一看列起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大股東 其實看起來 行政院 經濟部 國防部 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所謂的民營化 看股東表攤出來明明白白 明明就官方佔了最大的股東 其實類似台船或過去的中船 甚至包括中油 中鋼 所謂的民營化公司 過去我們傳統的 所謂稱贏國營公司的這個部分 國家機器透過部分的交叉 持股擁有實質影響力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只是他現在因為持股的降低 台面上所謂官股的持股降低 變成所謂的民營公司 但是就實際的經營 以及所謂的董事 或相關的董事長的派任 總經營的派任 絕對都是行政部門可以主導的 特別是經濟部的部分 第二個就公會自主的部分 我們當然充分尊重 公會自主今天公會 譬如說管閉雲就說 以前公會也曾經 因為平台的部分 有對岸的一些陰影 所以他們也反對我 聽起來言之成理 對 我們絕對所有 各公會的公會自主絕對尊重 他們今天要決定支持誰 誰對他們政策有幫助 不管是選總統 選立法委員 我們都充分尊重 但是你從這個動員 以及剛剛我們看到 過去07年或過去的相關的案例 就是以前至少會包裝 即便是參與選舉相關的 他會包裝成圓遊會 什麼樣的活動 好像直接參與選舉 造勢動員這樣的字眼 很少直接出現在白紙黑字上面 甚至有些時候 是用口耳相傳的 有什麼活動 我們因為支持某個人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去力挺 類似這次這種白紙黑字 不只去要請假 而且要求一個人找三個人 而且不去還要找代理人 對 這麼大啦啦直接寫 我必須講我們還是尊重公會自主 但是過去是沒有看過這種現象的 這是我第一個要講 第二個 台船這次爭議之所以出現 是因為所謂 韓國瑜這次到基隆 跟宋維利議長講到有關於 潛艦國造這件事情 我要澄清一件事情 所謂潛艦國造是假議題 這件事情不是韓國瑜說的 是之前因為林宥昌市長 跟蔡世英立法委員 他們之前開了記者會 甚至於蔡世英在臉書 還有林宥昌在市政報告裡面 都提到 他們直接講 所謂的潛艦國造 將來在基隆港 會有一個潛艦產業園區 而且明白講 可以提供1萬個工作機會 可是後來兩個層面 第一個國民黨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直接問 台船的董事長 有沒有這件事情 他否認 他說沒有 第二個 宋偉立跟基隆市的很多議員 直接到台船的基隆廠去問 廠長有沒有這件事情 他說我不知道 我一直看報紙才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第一個高度懷疑 你林宥昌為了拉台 蔡世英的選情跟蔡英文的選情 是不是透過所謂的潛艦國造 基隆的潛艦產業園區 在騙基隆的選票 為什麼台船的基隆廠長不曉得 台船董事長說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卻言之早早 有這麼回事 第二個更好笑的是 經濟部 經濟部說 對不起 你如果真的要做潛艦產業園區的話 拜託 可不可以範圍縮小一點 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塊地 我們已經答應 因為蔡英文那個風電 是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用風電也 用綠騙了不少選票 所以他說拜託你基地弄少一點 因為我們基隆 台船那塊基地 已經有一部分土地 答應要給歐洲的風電廠商了 所以麻煩你處於縮小一點 怎麼你民進黨中央執政 連一塊地還可以玉以兩次 同時賣給風電 然後又要騙基隆選票說 我們潛艦要這邊設財源園區 那現在是怎樣 基隆的選票也要騙 綠能的選票也要騙 騙這麼大 第三個更好笑的 因為蔡英文他們放消息說 在基隆設財源園區 南部民進黨立委跳出來 邱志偉等八位立法委員跳出來 不行 我們潛艦IDS原型潛艦 是在高雄台廠那邊設置的 我們附近還有很多工業園區 什麼南紫 還有什麼平南 一大堆工業園區 還有潛政 陸竹 他說要設財源園區 也要設在我們高雄屏東這邊 怎麼可以設到基隆去 跑地找經濟部抗議 南部的票也要騙 基隆的票也要騙 然後封建的票也要騙 這也騙太大了 所以我說這些過程當中我們講 剛剛柯文哲講的 不是完全沒道理 你做壞事情 甚至你騙選票 人家說你不一定是罵你 人家也許是善意的提醒跟批評 柯文哲舉個例子很有趣 他說你同時又要高鐵延伸到宜蘭 你又要推北宜池鐵 又要做基隆輕軌 又要推民生汐止線 個別看都言之成理 可是當四個同時要推動 中間就有矛盾了 一個是財力問題 一個是合理性的問題 而且是你整體配套交通 到底北北基要怎麼規劃 是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有道理 我簡單來回應一下 茂南議員剛剛所提到的 韓國瑜跟所有的縣市首長 甚至包括蘇貞昌院長 在立法院 在各縣市議會的巡達 很多東西透過局處首長 或部局處長代答 這是常態 即便柯平現在做到第五年的市長 我想茂南議員很清楚 我們問他很多事情 他直接想說這我不辦 直接請舉出首長代答 但是這個機會是很少的 很多 沒有那個大辣辣的 他完全承認 這個東西我不懂你不要問我 我們連那個電子發票 現在有載具有沒有 洪建議問他你們同黨的 他說要借我們八萬八 然後洪建議他說要請財政局 跟相關人上來回答 洪建議說不行 你這個都不懂你怎麼當市長 他就抓抓頭笑一笑 我就真的不懂 這種事情在議會總之群太多了 第二個 茂南議員剛剛提到摩天倫 你都沒有在關注韓國瑜 摩天倫年底已經有六七家廠商 已經我要準備公開招標了 已經在進行中了 石油的事情你也不要再講 韓國瑜意思很簡單 石油是中央職權 如果有機會開採 希望高雄市政府分一杯跟 就這麼簡單 我對不起我補一下 摩天倫這個東西 是韓國瑜的錯嗎 中央的地就是不肯釋出來給他 他要預備用那塊地 中央一邊不肯把地給他 他一邊說你跳票 這個我們在 如果用婆媳關係來形容 是惡婆婆 惡婆婆每天不給你買菜錢 然後說你菜怎麼給我做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種比喻 至於你說 他在議會打尋的都不好 蔡英文有沒有曾經 面對過他的政治責任 他身為總統 憲政 按照憲政來講 他就是不用回答 所以他每天可以在幕後 給你操縱傀儡 對不對 每一個行政院長都他的傀儡 然後現在更二職變成打手 所以他從來不需要面對民意 只有選舉了 就開始到處趴趴走 然後假裝很貼近地氣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要面對檢驗 大家要來一致公平性的檢驗 至於你說她是 韓國有些草報的部分 我不好意思講一句 我告訴你 這個專業是可以補強的 但是人格是不可以補強的 包括人格的部分包括什麼 包括蔡英文公然說謊 斷橋一斷 她就先推到油罐車 怎麼老師已經往生 也不用查證 隨口就可以亂講一通 然後紐約大樓是他的政績 這種人格是不能補強 我再提醒觀眾朋友一句 現在已經有一個 韓國瑜說 寧可乾淨的書 不要骯髒的贏 可是民進黨剛好相反 他寧願骯髒的贏 怎麼講 現在已經有很多青年朋友 在LINE裡面傳什麼 傳說在投票當天 要把他們家裡面支持 韓國瑜的長輩的身分 給他扛起來 讓他到投票當天的時候 找不到身分證去投票 這樣子的東西都可以被推廣 被接受 我真的覺得我們中華民國 品德教育出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是哪招 但是要講到國營公營的這些公會 過去有沒有去參加過 輔選 參加過肇事 其實過去也的確有 剛剛我們畫面也有整理出來 來 回上一張 當然是有 但是包括了管碧琳 他也有指控說 比如說他2014年的時候 他跟楊秋新 他那時候說 這邊其實也有楊秋新總部成立 他說希望能夠 個股能夠 真派自願的同仁參加 他說當時的供應事業 包括台船 包括中油 可能都有這樣子的動員 不過我們要來講 比如說像陳水扁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在講電信 電信業 對對不對 對 但是他還會用真派自願者 然後包括在陳水扁 競選連任的時候 你看包括台電用的是什麼 勞工教育參訪行程 包裝 對 中油用什麼 高頻新春聯合原油會 也是包裝 至少你看都還會穿一件 國王的新衣 不管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們至少會穿一件衣服 現在直接政治裸奔了嗎 他就說2020總統 高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所以我們現在問蘇恆 如果台船這樣做 然後後續的國營事業 你沒有這樣子做的話 你會不會人家會比說 未來的經費 你是不是 你對我們的中央政府執政 有懷疑 所以不請人來挺 會不會變成一個一個 單位等一下跳出來了 這個不就是逼所有的國營事業 要立投名狀嗎 看誰比較忠貞 不是嗎 你看其實有句話 中國人有句話叫做 清出於藍而勝於藍 老實說我覺得這句話 送給民進黨 我真的覺得恰到好處 我還記得也沒有很多年以前 我們最常聽到什麼 民進黨就講 他就說你國民黨 黨國不分 你們拿國家的資源 幹你們政黨的事情 你們這樣行政不中立 我們唾棄你們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還有很有印象 民進黨講過這些話 結果你看到民進黨一直這樣 陳水扁還稍微好一點 還稍微遮掩了一下下 蔡英文就直接政治裸奔 直接就告訴你 來… 你們通通必須要支持我 你們這些國營企業 通通都必須支持我 而且要明面的 明目張膽的 我要講其實不是只有台船工會 我還知道有很多工會 其實都有發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不是這次選舉才開始的 其實在去年2018年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某工會 我也不好意思講出他們的單位 但是我就直接看到某工會 直接就把E-mail寄出來說 要求所有的會員 必須參加民進黨的造勢 就是直接大剌剌的 就這樣講出來了 他們已經完全不修飾了 過去我們就講說 好像國民黨比較 稍微有羞恥心一點 被民進黨罵一下 他就對 我好像應該要趕快改 我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民進黨不是 就是隨便你罵 你怎麼罵我都從而不聞 你說我拿國家的資源 做我政黨的事 So what 我就是這樣幹了 那又怎麼樣 所以他就告訴你 我就搞了一個什麼 轉型正義委員會 我就跟你說 我就搞了一個 不當黨產委員會 我就是拿國家的資源 做清算我政敵的事情 你們怎麼罵 無所謂我不在乎 我根本就從而不聞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執政黨嗎 我說真的 我長見識這麼久了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執政黨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可怕的事情 講到就是國營事業的整個監督 其實我們很多那種 國營事業的單位 現在已經變成民營企業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 他最大的目的來自於哪裡 他是希望脫離立法院的監督 其實我們就講了 去年2018年不是有爆出一個 台三資本 這個案子部也是很明白的 就是以這樣子的方式去操作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民進黨不但不要臉 而且其實他們在做政治的操作 也做得非常的細膩 再講到我們剛剛講國營事業 他當作肥貓的仇猶 其實你看一下剛剛那個持股表 其實這裡面你看光經濟部 持股就佔了有超過兩成 其他各個部會裡面 你看到了行政院 是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行政院 然後這個什麼財團法人 國防官員發展基金會 其實背後就國防部 然後這個其實都已經是 這也都是經濟部轉投資的單位 行政院7.62 國防部5.29 所以你如果22.21 加這個7.6% 已經快30%了 如果這國防部再加進來 已經有多少 36左右了 然後再加上如果是中油中鋼 再加一個6%以上 對不對 那差不多也已經超過40了 然後再加上一個藥花玻璃的話 那已經是了 對 已經接近大概快一半了 對 可是你看 因為它是轉投資 所以它是政府單位底下的 投資出來的企業 再轉投資出來的 它就不是政府單位的東西了 所以它就等於用這樣子的方式 做一個 規避監督 規避監督的一個動作 台山資本也是 政府投資了台山資本 它再轉投資出來一個小公司 在去操縱那些基金 水牛基金 它就瞬間就脫離了 立法院的監督 你國民黨的委員 你再想看帳目 對不起 你看不到 因為我不是屬於政府的 你們立法院不能來監督我 所以你就看到 這是民進黨細膩的地方 可是那個裡面 就投的那個錢 其實是老百姓的錢 很多都是公股銀行的資金 裡面很大的資金 都來自於公股銀行 公股銀行的資金來自於哪裡 不就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嗎 所以講難聽地方 這就是這樣子無鬼搬運 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但是對不起 它沒有不合法 它通通都是合法的 講到我們國營企業的這些肥貓 以前可能大家就想說 你看很多國營企業 都是政府單位的肥貓 現在不是 就連我們直接體制內的 政府單位 也不都是拿來做分封的嗎 民進黨的新潮流 新潮流 像我們的金管會好了 請問一下我們的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先生 他是金融專業嗎 他是財經專業嗎 不是 為什麼要可以坐這個位置 不就是分封嗎 蘇貞昌選輸了 可以做行政院院長 為什麼沒地方去了 所以給他做 不都是這樣嗎 是 但是你看 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看到有台船的工會 都下達這樣的動員力的話 其他的那些單位 其他的國營事業 其他國營體系 其他國營事業的工會 要不要可能也要比較辦理呢 因為如果你不來 不來還沒有理由 還沒有人找來 代為出席的話 你就要像蔡英文總統所講的 可能他統統都記下來了 你看全國醫師後援會 他就看一看 今天好像有一家醫院沒有來 就問一下龍總有沒有人在場 沒有人舉手 他就說那我記下來了 雖然看起來他後來解釋說 這是一句玩笑話 但你說聽在龍總的心裡 會不會覺得 總統說我記下來 你沒有來挺我 會不會怪怪的 語帶威脅嗎 對 而且今天包括了 桃園市議員黃靜平 他也有開一個質詢 他就是說桃園好像聽說 義肖這邊也希望說 能夠來去參加 蔡總統的肇事活動 我們看到這邊桃園市議肖 副宣隊挺小英後宇院成立大會 所以黃靜平這邊就有爆料說 他們被要求在下週六 11月16號到桃園肇事的時候 要動員每個義肖分隊 50到150人到場 要力挺 要為蔡英文來造勢 其實村長也爆料說 包括了農會的系統 也接到了是不是要來挺 蔡總統的這樣子一個造勢活動 農會也有 對 我們想問一下委員 這個好像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台船你已經 率先就表態說 而且一定要到 請假念要找人來 你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其他單位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要不然會不會被總統又要點點名 沒錯 這個就是從蔡英文執政以來 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她荒腔走板的執政 沒有程序正義 然後這樣亂撒幣之後 出現了後遺症 因為就是有樣學樣 而且不要講別的 他自己也知道說 雖然說表面看起來 民調他是領先的 但實際上在每一個造勢場合 其實你看到那場面 他的造勢場面都是冷冰冰 而反而是韓國瑜所到之處 不需要動員 就是熱烘烘 這個是反差非常的大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 也是非常的緊張 所以他就要求要各部會 還有出動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幫他造勢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什麼 包括下禮拜六 其實那個是一個 一世公會全聯會 他們辦的一世節的慶祝大會 結果他就變成是 一屆停腳英的活動 然後陳時中也去了 其實主要是頒什麼講 應該是頒的就是行一50年 你說衛部部長 對 服部部長去了 對 頒的應該是 行一多少年的做東西 但是變成他的造勢場合 一樣就是台北榮總 前一陣子就是60週年的紀念 小英也去了 所以各式各樣 只要有頒獎的場合 他都在場 大家不要忘記了 上次就是在斷橋事件 發生的時候 他在總統府也在頒獎 在頒獎之後 所以後來記者問他 他就中間隔了大概快一個小時 結果他得到的資訊 竟然還講錯 還講說是油罐車起火之後 橋才斷 我說這樣子連這個判斷 經過這麼長這段時間 已經70分鐘之後 斷橋70分鐘 不然的話你不知道 你看看電視 看看轉播 還講錯話 聯訪的時候還講錯話 不曉得是真心還是故意 你就是講錯 這樣子實在讓我們很擔心 國家領導人 回來講 像這樣子 因為造勢的東西 要求各部會 或者是所屬的 他這個工會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動員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動員的東西 其實裡面印藏的意義就是 因為他單子上面申請說 要報到 要簽名 你如果不到的話 還要找替代人 你不可以說你有事 你不來就沒事 不行 他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全部安排 我就說椅子不能空著 對 沒有錯 而且他是要求每一個會員 要帶三個眷屬 要帶三個眷屬參加 所以連那個不是工會的人 都可能他的阿公 阿嬤 或者是他的小孩 都必須要去補滿那個座位 1加3全部要去參加 我覺得這個就不合理了 更不要講說 這其實台船後來說 工會講什麼 說是因為韓國瑜的什麼 不挺潛艦國造的東西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誤會 因為剛剛其實齊心已經有講了 我們帶齊心也有講 這其實在基隆的這個場合 是因為蔡世映 蔡世映再講一個潛艦園區 那個是誤導的一個東西 因為根本就是 這應該放在高雄 不要講別的 我們在就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通過 而且是林育芳 我們現在要選的 林育芳帶頭的一個法提案 潛艦國造 然後要就在高雄 而且提供的工作機會 是五千多個員工的工作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張冠禮貸之後 然後現在又變成台船的 這個工會的負責人 又出來講說 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製造一個假新聞 我覺得這實在是非常的不好 陳茂南議員 你看到現在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都在動員 而且從北到南的總動員 不論是台船 國營事業的工會 另外包括像是連義銷 或像是農會這邊 整個都動起來 就是為了2020的造型 我們都知道這個選舉是前面性的 不是一個單一的選舉方式 當然執政者希望照顧到 任何一個產業 那麼也讓任何一個產業 感受到政府的那種 對產業的重視 我們先來談工會本身 其實自主性是相當高的 工會的負責人可能 基於這個產業上 希望政府更多的重視 那麼工會的負責人會希望說 我們盡量大家一起來支持 我們執政的政府 讓執政的政府看到我們 用心的支持 也能夠對我們的所謂的產業 更多的支持 我想這個工會 但是這絕對不是競選總部 或者是由上而下的那一種 叫做徵召 叫做發布命令 要求他們怎麼樣做 我想這應該是 在民主時代的工會自主的 一個情況之下自行來配合 我認為說這個東西 不應該把它擴大解釋說 好像就是動用了很多的力量 去讓整個違反他的行政中立 或者影響到深入什麼國營失業 或者是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國營失業裡面 當然國營失業民營化之後 透過很多交叉持股的變化 現在是已經變成民營化 當然工會本身自主性也相當的高 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工會的自主應該他們會表現出 他們對政黨的認同 因為是民主時代 他們對政黨的認同 也自己會有一套標準跟準則 我們不應該太過好像用 放大經濟去解釋這個裡面的過程 這是第一點我要強調 第二點剛剛有我們來賓講說 好像選輸了沒地方去 就把它安插進來 就像蘇貞昌院長在新年是選輸了 就讓他到行政院來服務 其實我想政黨政治 就是政黨裡面的人 他要為這個政黨來服務 為國家來服務 我想蘇貞昌到行政院 二度進到行政院裡面 他的表現大家是有目共睹 而且他的民意 也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因此我們認為說 不應該用那種狹隘的觀念去說 封官 側封 或者是因為你怎麼樣 我們就封你會怎麼樣 這個都是一種不正確的說法 跟一種扣帽子的行動 我覺得這不足其 我可以回應一下嗎 當然可以 就是我不知道 是民進黨人才太小 還是怎麼樣 就一定要找一個選輸的人 才能夠回來當行政院院長 難道行政 難道民進黨內部沒有人才嗎 這有哪一點做得不好 他每一點都做得不好 我覺得 我覺得蘇貞昌做得最好的一點 就是幫民進黨選 幫民進黨做政策辯護這一件事情 是蘇貞昌做得最好的事情 他做的哪一個政策 真的做到這麼好 他在留住 來 全新一代廣告 先進院廣告 馬上回來 先進院廣告 好 剛剛講到說 是不是全體總動員 民進黨現在就要努力的拚選舉 大家看到連異銷都得要動起來 而且這也是所謂的動員令 因為我們看這個日期 11月16號 這是一個星期六周末時間 時間是在哪裡 5點 傍晚5點到6點 然後我一看 異銷要全體總動員來挺小英 大家有出去開車的經驗吧 傍晚不是交通最繁忙嗎 結果你看他說 到桃園造設的時候 要動員每個異銷分隊 50到150人到場 我有點擔心 到時候那個交通的狀況 這是不是可能異銷 全部都來挺小英的話 這對於小老百姓 尤其是我們的駕駛人來講 用路人來講 這是會有影響的 這到時候搞不好 他們就跟你講 你看因為交通整個大打結了 然後所以你看 這麼多人支持蔡英文 都造成交通堵塞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你為什麼特別要選在 一個交通監封時間 然後特別找易銷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或是說這些易景易銷 我覺得他們在那個時間 是不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務 要去做 然後第二個我必須講 你不要再告訴我說 這是全部他們自動自發了 因為這個很顯然是被動員 這不就是這樣子 50到100人 如果是自動自發的話 他應該說 我們這時候要成立體育大會 大家要自己來參加 結果大家都很支持 就全部跑去了 何必特別要去強調 什麼50 100人 那個擺明是被動員的 如果有人敢說 這不是被動員的話 我們要不要一個一個去問 去現場去問 如果有一個說他不是 他是被迫的那怎麼辦 大家要不要來打這個賭 我們要不要一個一個去問 因為有人告訴我說 這個都是自願的 如果有一個不是自願怎麼辦 我們大家要不要來賭賭看 如果按照綠營的標準 他們會說這叫靈演 對啊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還是被強迫靈演 你非這樣你去不可 就是我跟你講很簡單為什麼 因為這些易銷這些東西 他們都必須要受到 地方政府的補助 因為他們都有經費的問題 所以當你這邊 如果給他這樣一個秘密 他趕不去嗎 所以也得要配合 我跟你講 怎麼會沒有這麼嚴重 就是這麼嚴重 我跟你講很簡單 我們台北市的運銷 我們當議員也管不動 那個台北市的消防局 我看也不見得能夠喊不動 管不動 確定管不動 韓明哥先說 我老實說 真的不用客氣 我跟你講 因為我老實說 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 所以我最客觀 國民黨以前就有人這樣幹 以前就有 然後民進黨現在上來 接著這樣幹 繼續這樣弄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違反行政中立 而且為什麼一定要去成立 這一大堆的大會 去挺誰 這樣到底有任何意義嗎 老實說蔡英文總統 自己應該要好好反省一下 他最近一直不斷的 在跑他自己的選舉行程 然後每天睜眼說一下話 告訴人家說 他在跑國鎮 國你個大頭鬼 你明明跑就自己的選舉行程 然後他這樣做了之後 每一場到每一個地方 人都少得可憐 然後都一定要在那邊喊說 不要走 不要走 大家趕快來 我們等一下要發便當 每一場都要這樣喊 會不會覺得自己很丟人 沒有 什麼不要走 事實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看過好幾次都這樣 我跟你講 茂南議員 你如果真的有在影片怎麼辦 茂南議員等一下再回應 你怎麼辦 你先告訴我 你先回答我 你不要顧著而言 你先告訴我 如果在影片怎麼辦 你是把以前立法委員 沒有 根本不是 最近好幾個影片都這樣 我跟你講那個麥手多可憐 你知道 在那喊了個半天說 拜託大家 大家 等一下我們蔡英文總統來 我們一定要支持 然後那個現場 支持蔡英文 就是這樣的 我跟你講胡說的太多了 我跟你講你不要 你不要把眼睛遮起來 當作沒這回事 因為事實都有影片可以證明的 國證文真的是兩回事的 來 我們還沒有看影片 我們先看一下照片 來 麻煩導播 給我們下一張圖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這邊 對了 照片 這邊這個是獨派 蔡英文的這個 這個是守民主護台灣大聯盟 成立大會 這個總共座位大概有3000個 然後節目開始的時候 只有坐了1 3分之1 1千人左右 的確後面我們看到 滿多是空的位置 還沒有人坐過來 是 好 這個就是照片 這個照片會說話 大家看看到底人潮怎麼樣 就是其實 好啦 這個就是有報導 然後就直接告訴你 然後這裡面就是椅子在這邊 這其實有空位 這後面其實都是空空的 這應該看得清楚 可以嗎 就是這個照片 好啦 但是 就是這個獨派 獨派現在要挺小的 對 這個真的很好奇 因為說 一個獨派的造勢場合 來了1 3分之1獨派的造勢場合 讓人家覺得說 最近為什麼會蔡賴沛 會不會真的說獨派這邊 到底蔡總統是不是能夠 讓獨派的人覺得說 我要全心全力來挺蔡英文 因為過去很指標性的 就是獨派的大佬 郭寬敏 他曾經講過說 穿裙是不適合當總統 不過他最近 其實他有稍微改口了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來 你告訴我 怎麼說全軍人為你做總統啊 哈哈哈哈 我們台灣的立志來人 劉仙 我們總統 對蔡英文 討論一個 所以絕對不可以讓他失敗 現在因為過去在2016年 是說他穿裙不適合當總統 在之前 但是現在為了拚連任 到底獨派有沒有真心 要挺這個小英 其實我覺得顧寬敏也很可憐 他說這個 他在這個四大報 又看了滿版廣告 對不對 他說這個制定新線 勢在必行 但是我不好意思跟我們的 顧大佬講一句話 就是說在你有生之年 我們希望你長命百歲了 最好活到120了 但是就蔡英文 過去三年多的表現來看 你還會認為制定新線 勢在必行嗎 已經拿到了完全的 行政也是你 立法院多數也是你 你看他有一絲一毫 要制定新線的意思嗎 恐怕沒有 所以為什麼這些獨派大佬 還要不斷的這樣自欺欺人 假設他真的有要往 你們希望的什麼正名制限 稍微前進的話 很簡單 你盟葬委員會也不用設 對不對 陸委會也不用設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可以廢掉 因為你說兩個國家 還要什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直接是跟其他國家一樣就好了 他不敢做 因為為什麼 吃香喝辣習慣了 吃香喝辣慣了 萬一真的去做這些事 真的朝著你們的夢想 去前進以後 這些萬一兩岸真的發生 一些什麼樣的衝突 他的位置 對不對 這麼多肥貓 這麼多子公司 孫公司 我們說以前阿扁的時代 還吃上比較原始一點 怎麼講 就是還是用麻布袋 在旅館裡面分錢 或者是為什麼點名的這些 凡是扁掃點名的 像蘇貞昌也好 陳菊也好 說你們哪一個沒有拿到錢 而簽名簿都在我這 為什麼沒有人敢出來反駁 因為事實如此 可是民進黨二次執政以後 他所有的這些吃相 已經精緻化 系統化 企業化 換句話說不合法 沒有什麼不合法 不合法我就立法 我就修法 讓他通通變得合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小英女孩 小英男孩這些不符合資歷的 什麼口藝哥也好 吳英寧也好 通通盤踞了政府的很多很多 沒有位置 我也給你創造出位置來 我今天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民進黨為了繼續 可以吃香喝辣下去 他不會管吃香多難看 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 行政不中立的事情 你看管碧琳貼的那個東西 至少他還是寫什麼 楊求欣總部請各股 征派自願同仁兩人參加 問題是我們剛剛講的 中傳的工會是什麼 強制要求你每位工會成員 要帶三名眷屬 幹部要帶兩名眷屬 而且不可以請假 如果請假的話 你要找人頂替你 我請問一下 怎麼樣 現在是從高層開始 層層下壓對不對 為什麼是工會的成員 這個幹部只要帶兩名 然後工會成員要帶三名 明明應該比較高的位置 要帶比較多人 為什麼你知道基層 反而要帶比較多人 不是 他就是希望 不要被拍到像這樣的照片 我認為 是不是 民進黨永遠不會 不會學取教訓 我們還記得在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林佳龍有沒有傳那個Line 給其他所有的人 有沒有 真正讓這個挺龍的頭人 將社會關係的人脈動員到票箱 票票入櫃 總之用行政體系 來變成民進黨的催票機器 在民進黨執政 不管是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都已經行之為常態 這一次我就講過了 是他的行政資源保衛站 為什麼要對韓國瑜 買一個房子的事情 如此不斷的追殺 很簡單 他認為你們庶民 就是沒有這個資格去買房子 就算分期付款也不可以 只有我們這些民進黨的高官 吃香喝辣的蘇貞昌也好 或者是出來檢驗韓國瑜的 每一個這些投人 我們才有資格買房子 你們庶民有什麼資格買房子 買了房子你就不叫庶人 管你是不是貸款 沒有施壓 我也把你變造出施壓來 而這些真正施壓下面這些 所有的這些基層組織 要去參加小運後援會 反而被他們淡化說 沒有 我們持股不夠 你沒有證據說我們施壓 沒有證據說我們有用國家資源 所以我認為今天中華民國 處於一個黑白顛倒 混沌不清的時代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看清楚 這樣一個動用國家機器 毫不遮掩的 我們說國民黨執政 這個執政不好 老百姓是怪國民黨 民進黨執政不好是怪老百姓 你跟不上我的進步腳步 這樣子一個傲慢的政權 讓他繼續執政下去 我想未來不會再有任何 跟民進黨不一樣的聲音 因為未來所有跟他不一樣的聲音 都將會被消滅戴情 其實當然民進黨他們都在說 你們會看到我們的改變 我們真的看到了 因為在造勢場合 真的看到不一樣了 發國旗了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很多人嚇了一跳 如果是跑錯地方了嗎 中醫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現場你看每個穿白袍搖國旗 包括了蔡總統 其實他上台 背心上面其實好像都有國旗 但大家就覺得這個場子 好像現在游英龍講說 蔡英文現在是中華民國派現身了 但是大大的顛覆了 民進黨的認同精神 靈魂跟核心價值 是最駭人聽聞的轉變 這是游英龍說的 自己人都看起來怪怪的 我們覺得蔡總統 到底是不是也是政治精算師 因為你看 獨派的話看到人少了 現在希望是不是早一點 賴清德來幫忙拉獨派 自己拚命的也在搖國旗 我們問一下 會不會錯亂 而且很多人還說 連蔡英文總統都不一樣了 因為最近發現 他都穿的是藍色的意思 這個真的是精細是何系 從傳統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野的時候 那個選舉招式活動是 國民黨不動員怕沒有人 怕空位太多怕太難看 現在變成是民進黨不動員 怕空位太多怕太難看 反而是韓國瑜的活動 不需要動員 我跟惠林主持那麼多場 不需要動員就人滿為患 而且大家還擠不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這整個民心思辨的態度 到什麼的一個程度 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國旗 如果有人拿了國旗 參加獨派趙索東不曉得會怎樣 不曉得進不進得去 進得去會不會被打出來 會有壓力的 國旗我剛剛講 到底在民進黨心目中 是個信仰 是個價值 是真心愛國旗 還是只是個道具 只是個工具 只是市場而需要 來騙取部分搞不清楚 民眾的選票而已 我想這個很清楚 為什麼有些場合 偶爾看到一兩面國旗揮舞 可是絕大多數場合 看不到半面國旗 甚至有國旗圖騰 只要存在被視為一種挑釁 被視為一種說你是來亂的 甚至警方還會以此來做 一些要去離的依據 這就很清楚了 所以當一個國家的國旗 或中華民國 我們正式的國家的名稱 都可以被拿來當工具使用 那到底顧寬敏大佬 你說下一個階段 讓民進黨連任 蔡英文連任 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制定新憲法 要憲政改革 要國家正常化 讓台灣進入聯合國 那我請問 現在所有的民調 國民黨的政黨 真的如果超過民進黨 理論上面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合理推斷 明年1月11號選舉的結果 國民黨的立委席 是應該是多過民進黨的 那你如果要推動正明制限 要推動憲政改革 要加入聯合國 要推動國家正常化 應該趕快趁1月10號 自己趕快推動才對 最近我要糾正你一點 不好意思 其實這邊很吊詭的地方就是 昨天其實顧寬敏他講 蔡英文告訴他說 就是要怎樣 台灣獨立之後 其實是他有重返聯合國 所以他是在玩文字遊戲 只有中華民國才能夠重返聯合國 獨立了之後是加入聯合國 所以這邊我們一直在強調 是我們希望能夠重返聯合國 因為台灣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跟委員報告 可是台灣獨立的 他們就是一個新的國家 是加入聯合國 如果蔡英文告訴顧寬敏說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台灣 重返聯合國 你就要知道這個蔡英文 就是跟賴清德一樣 都在玩文字遊戲 都在講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他叫中華民國台灣 不管是重返 或者是獨立之後加入 基本上民進黨如果真的要做 應該是趁現在席次過半 多的時候做 哪有人明知道明年選舉 可能立委席次數會減少 然後我期待你未來四年再做 那顧寬敏不是自己 把布蒙上蓋住眼睛 假裝沒聽到 趕快以前說不要挺穿裙子的 現在我改變了 大家跟我一起挺 那我們就合理懷疑 如果過兩天真的是 蔡賴沛的話 那賴清德是不是獨派 推出來的一個交換 利益交換的席子 你們真的是理念的結合嗎 你們是不是藉由賴清德 跟蔡英文的搭檔 雖然貌合神尼 雖然同床異夢 但是至少給獨派一個說法 大家不要忘了 過去蔡同榮推公同 是最有利的 倒是蔡公投 可是我們現在變成蔡不公投 因為蔡英文根本不要公投 連綁大選 連閹割公投法 你有聽獨派出來叫過嗎 你有聽到我們林義雄大佬 出來叫過嗎 這些不是都是當時 推東投最利的嗎 你們對得起蔡同榮在天之靈嗎 我想蔡同榮如果知道 蔡英文當黨主席 當總統在立法院絕對多數 居然降閹割公投法 我想要從墳墓裡都要跳出來 民進黨你們這些 推動正名自憲的人 對得起蔡同榮嗎 你們還要騙選票說 我們未來四年再來做這些事情 這當然是騙選票 所以我說 對於民進黨這些騙選票 我想多數的台灣的民眾 已經了然於胸了 一面國旗 一個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 可以選擇性的 只在少數他們想騙選票的場合 來做使用 你就知道這個政黨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在騙選票 好 休息會今晚給我馬上回來 剛才說小英總統說 你們一定會看到我們的改變 但是我們看到了之外 卻被弄得很亂 因為不知道是跑到哪一個場合去了 居然是在民進黨 挺小英的活動當中 看到有發國旗的 然後蔡英文總統穿的衣服 也不再像以前綠綠的 現在變得還會穿淺藍色的外套 所以讓大家就覺得說 還真的是滿奇怪的 但是小英總統 是不是自己也亂了 因為他口誤 結果把呂孫林叫做呂秀蓮了 所以是不是總統累了 總統累了 來 漢兵 其實你看最近 大家都常常講錯話 包括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說蔡英文領導無方 然後呂秀蓮 呂孫林變呂秀 他到底講呂秀蓮 還呂秀蓮 因為呂秀蓮跟呂秀蓮 兩個都有這個人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難免 因為你每天跑這麼多行程 你說會口誤 我自己也常口誤 人名會口誤 地名會口誤 所以我覺得如果累了 就真的就是要休息 重新再出發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也必須講就是 在選舉的這麼多過程 你會發覺 像如果是蔡英文 或是蘇貞昌 或是民進黨 哪一些政治人物口誤 我們大概都稍微這樣子 大家覺得好笑一下就結束了 可是只要韓國瑜口誤 民進黨就是把他往死裡打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真的很奇怪 我就覺得好像 韓國瑜他必須要成為一個聖人 他不能夠犯任何一點錯誤 他不能夠口誤 只要口誤就表示他的草包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輸人家30萬票 還有臉去當行政院長那個人 在立法院這種殿堂裡頭 說講什麼 講說頭龍頭殺 四尾巴的這種東西 跟人家講頭六頭殺 然後這種人 好意思叫別人草包 這個就是我覺得 永遠不公平 永遠不對等的一個地方 今天我們願意有同理心 因為蔡英文總統累了 他可能口誤 我覺得難免 以後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可是民進黨 有沒有這種同理心 沒有 民進黨就是往實力打 因為民進黨要的就是 我寧願骯髒的贏 我也不要乾淨的輸 這是他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所以像孤寬敏亮的人 都好意思出來講 你看自我解嘲 他明明當年講過說 穿裙子的人不適合當總統 然後現在又跳出來 要大家支持他 那幹什麼 其實老實講 很簡單就跟賴清德 為什麼要回來當副總統 的人選一樣 都是為了利益結合 這一群的腦袋頭眼鏡頭 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從來沒有關心過 黎明百姓的痛苦 這些你們還要去支持他 我只能說 那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大家自己要承擔後果 對 其實政治人物 累了 口誤沒有關係 但是兩岸的政策要講清楚 因為你是未來國家的總統 所以說這個韓國瑜 他就提出來了 他說規劃在總統府內 未來要設立跨黨派的 兩岸諮詢委員會 作為朝野對話的平台 我們想說紓狠 因為其實你看 大陸就在台灣的旁邊 你不可能忽視他 你不可能不跟他相處 你總要有一個對話 有一個平台去做 是 我們都知道 不過我相信我議員 一定同意我講的話 就是民進黨跟蔡英文 都一直告訴我們說 台灣要多參與國際事務 我們絕對有能力貢獻給國際 這句話沒有錯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 台灣民眾的下一句話 叫做是 你兩岸事務不搞好 你想要去參與國際事務 就是困難重重 他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前提 就是你在參與國際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兩岸的 這件事情先處理好 我想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灣其實有能力 去對這個世界做更多的貢獻 因為我們看 不管是在醫療也好 科技也好 在農業也好 我們台灣其實 我們的競爭力都不會輸給別人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台灣 會被困到這個境界 原因很簡單 兩岸之間是不通的 過去我們可以參加I care 現在不行了 過去我們可以參加WHA 現在都不行了 為什麼 台灣還是台灣 那到底什麼變了 不就是我們的執政者變了嗎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兩岸事務對台灣的發展 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認為其實韓國瑜今天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是很正確的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只是說 要用一個恢復對話的一個機具 一個管道 因為我們兩個不通話 不是 他現在來黑韓國 你這國統會要恢復 以後我們要口依 是不是這個意思 舊時代的思想什麼都回來 就扣一個帽子 你就知道他們才是活在 舊時代的思想裡面 就是我就先給你扣一個帽子 我管你內容是什麼 先黑就對了 他們才是活在那種 封建時代的思想 但是難道你說兩岸真的要不對話嗎 如果你蔡英文真的覺得 兩岸不應該對話 太簡單了 你就把那個什麼ECFA停掉 三通斷掉 不就好了嗎 就才真的要不對話 民進黨都知道 兩岸一定要對話 但是不可以給國民黨對話 只能民進黨對話 民進黨之外的人 通通都不能對話 民進黨把它弄得已讀不回 對 可是他很想 是對方已讀不回 是民進黨積極的希望跟對方對話 而對方不想理你 不跟你對話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在亂搞 你一直在黑對岸之外 你還講一些那種 是是而非的事情 因為我要提一個 就是剛剛顧寬明老師 先生講的那個 沒有錯 我覺得他可能對蔡英文 有很大的期待 說什麼要憲政改革 國家正常化這些的 他認為可能民進黨 因為現在有選票壓力 不敢做 也許明年選上的話 他沒有選票壓力了 他就會衝衝衝了 但是他有一點我覺得 他根本就在騙人 結果連顧寬明老先生都在騙人 讓台灣進入聯合國 你難道不知道 聯合國裡面有武昌嗎 武昌有一票否決權 其中有一個人叫做什麼 不就是我們的對岸嗎 他有可能讓你進入聯合國嗎 所以從頭到尾都在騙 不要再用騙人 選舉回到正常的軌道去 告訴我們你要給人民什麼 給人民什麼樣的未來 才是正道 你不要一天都在騙什麼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什麼加入聯合國 不可能 因為你看 當他們把中華民國國旗拿出來 就知道了 台灣人不會接受 台灣國這個東西的 台灣人只會接受什麼 中華民國 所以這為什麼最後他們願意 把中華民國國旗拿起來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才叫做台灣共識 其實我覺得 孤兒與其要講這些廣告說 什麼制定新縣勢在必行 乾脆他就講說 自從我說穿裙子 不可以當總統以後 蔡英文再也沒有穿過裙子 所以我現在願意支持他的聯合 好 對於兩岸要對話 其實韓國瑜也講得很清楚了 未來其實也希望能夠納入 更多一些民間的意見 包括業界 學者等等 把大家意見納入 而且是不分黨派的 請問這樣有什麼不妥呢 楓哥 我想建立一個 兩岸的一個對話機制 這個韓國瑜在當選總統之前 能夠提出這樣的一個 前瞻的一個構想跟計畫 是非常好的 各位朋友 我們非常清楚 過去的30多年 尤其是蔡英文執政以來的 3年多 將近4年的日子 台灣為什麼空轉 我們的老百姓的日子 為什麼過不好 為什麼我們的生活的水平 一直在下降 年輕人為什麼低薪 就是因為兩岸關係出了問題 所以韓國瑜提出 要建立一個兩岸的對話機制 換句話說他一方面是要凝聚 社會的共識 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前瞻的一個兩岸的政策 不光是他一個人自說自話 但是我們也要強調 就是長期以來 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兩岸關係如果不好 一定是兩岸 一定是台灣 非常不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無色覺醒一直在強調 兩岸要心靈契合 我們要共同有個認知 兩岸都是炎黃子孫 我們祭拜同樣的神明 我們有共同的祖先 大家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兩岸是不是關係能夠更融洽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促進 兩岸的和諧繁榮 台灣的經濟好 大家的荷包 鼓鼓的 滿滿的 生活才可以改善 年輕人的低薪的問題 也才可以進一步獲得解決 但是這個兩岸的問題的 一個諮詢的機制 我也要提醒韓國瑜 因為過去也有類似的一個機制 可是我們知道 台灣有很多的重要問題 它不是有沒有聚焦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雜音太多 比如說核四的問題 有沒有聚焦 沒有聚焦 雜音非常的多 可是一個對話平台 有用嗎 它真的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大家知道 英國在面對德國的時候 如果沒有邱吉爾說 我們就是要打仗 我們就是要奮鬥到底 如果沒有邱吉爾的話 怎麼能夠讓英國戰勝呢 台灣這個時候 也要有一個人堅持 我們就是要和平 我們就是要兩岸和諧 我們就是要兩岸正常的交流 如果總統沒有肩膀 沒有承擔責任的 這樣的一個決心的話 就算有這樣的一個兩岸機制 也是不行的 否則的話 馬英九執政8年 丟了很多爛攤子 比如說核四的問題 比如說兩岸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克剛的問題 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韓國瑜 除了兩岸諮詢的 這個對話平台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說 韓國瑜不能學馬英九 更不能學蔡英文 蔡英文丟了那麼多的爛攤子 讓我們去搜 讓老百姓受苦 所以韓國瑜要引以為戒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韓國瑜只是丟出一個 對話的機制 結果習親議員 馬上就被拿來黑 說他要統一 我不曉得包括陳志忠在內 因為這些很多綠營的朋友 是不是聽不懂中文 他居然三部曲裡面說國統會 然後簽合平協議 然後說一國兩制 韓國瑜說過多少次 反對一國兩制 他甚至在凱道上面 在很多招事場都已經公開講了 甚至Over my day body都講出來了 這個部分 甚至包括和平協議 其實也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要透過立法院授權 以及未來甚至進一步的公投 才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扣這樣的紅帽子 坦白講對台灣的 凝聚兩岸的共識 沒有任何的幫助 韓國瑜只是很理性的提出來 未來不管誰執政 我們都希望朝野之間 有一個對話的機制 對於兩岸的議題 能夠大家來交換意見 凝聚出一個對台灣 最有優勢的決策的一個模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還要扣紅帽子 然後講出一些 明明已經否認過的話 坦白講台灣人 政治永遠也不會進步 但我們也希望是一個 理性的競爭